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节目由国台打造中国新名酒冠名播出 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话题 这里是2023年辅贸会论道高峰对话的现场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贵州村超预见营超 您怎么看待它的意义 应该说我们今天对话的题目 贵州村超相遇英超是很有创意的一个题目 大家知道在今年的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英国和贵州同为主兵 但是你们大家知道贵州和英国相隔千山万水 我想很多英国人可能知道贵州在什么地方 因此这两个主兵要进行一场对话 需要很高智慧来找到一种共同点 就是贵州和英国都对足球有一种进负疯凤凰的热爱 大家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曾经在英国留学 当时受英国同学的影响 我很快又爱上了足球 而且经常看英超 而且很幸运的是说 在73年还是74年 就是说我们在英国人能经济学院念书的时候 正好Liverpool在英超拿了冠军 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人能经济学院 是在伦敦市中心 所以整个伦敦市都做六个部的球迷 那真是可以看成是 整个伦敦整个英国的一个 贾连化 一个狂欢节 不独有 我们贵州的永江县 今天也让足球非常火爆 搞出了一个村超的这样一个大手臂 所以在今年的三个多月的夏季当中 大概有250万人 用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去看足球 当然我们的村超比起英超来讲 都是显得非常的幼稚 但是我觉得我们贵州的村超和英国的 英超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是我们最普通的劳委性快乐 而且感到足球的美丽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以这样一个话题 开始我们的对话 我们觉得英国和贵州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语言 就是足球的语言 今天英超的代表胡教恒女士也来到了现场 您希望英超带给大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刚才龙部长说到了 之前在英国读书跟足球的渊源 我觉得听起来也非常的开心和熟悉 因为我也是在英国伦敦政经毕业的 那么我也是在2002年读书的那一年 第一次看到了英国的英超 以及感受到了英国人对足球的热爱 所以我很开心的是 我今年7月份有幸我自己去了村超现场 我看到了村超 而且在现场感受到了 跟一样的火热的大家对足球的热爱 那么说起英超的意义 一种是看得见的影响 一种是看不见的影响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看得见的影响呢 英超每年的8月份到5月份 是赛季的期间 这10个月期间 英超一共有380场比赛 那也就是说在全英 每周几乎每个周末 都会有10场英超的比赛在上演 那10场什么概念呢 我们举个例子 以伦敦为例 在伦敦有一场切尔西的比赛 大家应该知道 是可以做得下4万多人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4万多人提供一段美好的美妙的足球时光 那比如说我们在阿森纳 是有一场阿森纳对曼联的比赛 阿森纳是可以做6万多人的 所以大家就都能明白 就是不光是看得见的这么多人来了 而看不见的那些好时光 好的感受 美好的回忆 大家跟同好一起去分享热爱的这个场景 我觉得这就是英超能提供的最大的价值 我想可能最我感受的人 应该是我们在我旁边的这位徐博县长 因为大家关于村超好奇的点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村超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感谢主持人 也感谢大家 其实贵州本身就是一座宝藏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绿水青山 多彩神秘的民族文化 贵州村超只是一扇门 让世界走进了贵州 让我们贵州走向了世界 今天我们这个荣江村超非常荣幸 我们今天还只是一个小学生 其实村超就是我们的初心 就是让足球回归到体育本身 给人带来的快乐 全粹足球 快乐足球 人民足球 很多人问我们 村超是怎么火爆出圈的 核心就是足球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基础 非常非常好 只是需要点燃 需要爆发 我们总结了四个人民 人民足球就是村超 人民足起 人民足创 人民足接 人民足推 比方说我们在荣江 我们的村超 只要多了一支拉拉队 村里面就会少了十几桌麻将 我们村超最大的股东 就是我们94岁的 洞族的老奶奶 她给我们的球队捐了50块钱 喝水 我们村超最感人的股东 是我们89岁的百倍苗债的债老 每到村超的赛事 她都会带着全债的父老乡亲 都来到现场表演节目 祝威 村超最小的 这个股东是我们11岁的 杨胜欣小朋友 天天在球场边上 指导这个球队怎么踢球 所以说村超本质上就是在 用足球为媒介 传播我们的贵州的真善美 至于大家都问 村超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在想 我们村超才刚刚起步 我们认为村超的未来 就是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初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呢 人民群众 对快乐足球的热爱 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我们就是要以足球为媒 用文化来作为氛围 经济商贸来唱戏 把足球作为交流 交往 交融的 这样一个最好的 一个体育的一个平台 村超 最终我们是要实现 金字塔最底端的 改良我们中国的足球的土壤 让更多的小孩子 年轻人 当妈妈的 热爱上足球 所以说这个 英超是我们村超学习的榜样 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尤其是足球 在接下来 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一定会互相支持 就是要给人民群众 带来快乐 带来健康 这就是村超的最终的目标 谢谢大家 那今天春超 英超 你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一块 你们认为将来 贵州春超和英超 有没有什么合作的空间 我觉得未来可以合作的地方 有非常多 因为其实英超的起源 也是从工人的足球赛开始打起 都是群众基础非常好的时候 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 那么接下来 我觉得 首先要看 徐县长 有什么需求 需要我们英超 怎么配合 我们都会尽力 那么我觉得英超这边 实际上 不管是足球的竞技方面的一些 比如说培训课程 或者说我们在 这个宣传内容上的互动 以及未来 如何像徐县长说的 英超能够走向世界 我觉得希望英超都可以 祝您一臂之力 说实话 我看了春超以后 我非常激动 因为我是个足球迷 所以我们对英国足球 对英超有一种天然的尊重 但是的话 我一直在困惑 为什么中国足球 能够走向世界 但是看了 我们永江足球的火爆以后 我看到 我们的足球 只要回归到 它的本来的初衷 也就是徐县长讲的 让人快乐 让肠上的人锻炼身体 让肠下的人感到快乐 感到一种 足球的魅力 我觉得 如果是我们能回归到 这样一些初心的话 中国的足球是有希望的 极限运动 激情与勇气 这些旅游经典 都开始修马拉松赛道 体力如何发展新空间 体育经济 可以激发一个地方的消费活力 学习怎么能走发达 他们自己的那些平台 对整个中国旅游产业的转型 就有重大的意义 论到贵州村朝相遇英朝 精彩仍将继续 英国是现代体育运动的 发源地之一 体育文化影响深远 极限运动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而贵州有很多高山峡谷的资源 很适合开展极限运动 双方就极限运动目的地 战略合作 充分交流 开拓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新空间 今天在座的还有 英国极限国际有限公司极限运动 目的地总经理 Ben Barker先生 您认为在未来 在开展极限运动的时候 在贵州有哪些方面 可以展开合作呢 谢谢 我认为在国际游产业 有限公司极限运动目的地 总经理Ben Barker先生 您认为在未来在开展极限运动的时候 在贵州有哪些方面可以展开合作呢 You have a natural playground for a whole host of events from climbing to river rafting to kayaking to trail running to mountain biking a huge array of events as well as air-type events as well so it could be skydiving paramotoring a whole range of events You've got the most amazing natural setting for these events to take place and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bringing 就像Premier League 是带着足球 去国际 游戏和超级游戏 和超级游戏 他们可以来到国际 和表现 通过这些活动 什么世界都在经历 并开了他们的眼睛 并变得参加 参加参加参加 好的 谢谢 我们在座的诸位 如何看待 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 如何使体育旅游 以及文旅产业 商贸等等 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的机遇 那首先想请教 龙永图先生 不知道巴克先生 知不知道我们贵州 每年都要进行一个 三体旅游的 这样一个大会 我觉得发展这个 这个旅游事业相关的 这个体育活动 或者是三体旅游的活动 对于贵州来讲 极为重要 因为我们中国的 整个旅游产业 正在进行一个 重大的转型 就过去从景点旅游 到休闲旅游 就是过去的旅游 基本上都是看景点 现在的话要把 这个旅游 更多地复义 休闲 学习 这样一种功能 那么所以我觉得 把休闲旅游 当成我们中国 旅游发展的一个 重大方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只有把旅游和体育 整整联系起来 你才可能使我们的旅游来一个真正的变化 这个现在我觉得我们在贵州军开始这样做了 一些旅游经典都开始修马拉松赛道 过去人们都是来看景点 景点最多看一天 看半个小时就走掉了 但是如果他在这儿 他喜欢攀岩 他喜欢跑马拉松 他喜欢徒步旅游 那他一下子会待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这样旅游产业就会真正的发展起来了 所以休闲旅游对于整个中国旅游产业的转型 就有重大的意义 这方面我们希望法国先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我也希望我们贵州能够结合贵州 山多水多青山绿水 这样一些条件能够来发展休闲旅游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未来贵州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潜力 因为像刚才说到的贵州的山地水 它有很多的基础可以让极限运动 或者休闲旅游能够做起来 我觉得未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 大家来到贵州是为了来看一场球赛 攀一场盐 然后飘一个流 然后顺便喝贵州的美酒 那就是我觉得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了 刚才这个龙老师讲得特别好 就是未来三十年 人工智能时代肯定会大面积地来到 那个时候的人可能一天只需要工作六个小时 甚至很多人一天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 那大家剩下的二十个小时做什么呢 到了那个时候大家肯定是追求健康和长寿 那什么东西能给大家带来健康和长寿呢 所以未来体育经济 体育产业 将会是给人带来真正健康长寿的产业 所以体育产业这一块是非常的有巨大的潜力 所以我们认为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 足球的这种团结拼搏的魅力 体育赛事 体育经济 可以激发一个地方的消费活力 通过消费活力 可以极大的激发一个地方的发展的信心 谢谢大家 I have a book on my bedside table called the four hour work week so I truly believe that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we're all going to have four hours in our in our working week but anywa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properly I think 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developing the destination for the local market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and we are we are looking at developing adventure sports destinations as a year round often not just for events and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in terms of attracting a very wide spectrum of the target audience the market not just the elite athletes who are coming in and and doing the crazy stunts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for the local market to enjoy the beauty and the nature and th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oing it in a very authentic manner and I think Guizhou province has the most amazing landscape it has the most most amazing culture and heritage great food so this is this is the recipe for for a fantastic destination for for the Chinese market bu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well so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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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able to uh develo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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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nt adventure sports in unison with the traditional sports just like football um I think this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verybody 破兵之旅迎来新机遇 英国是和我们中国最早见到交的西方法大国家 我们那些和不信和一些和碎的空陷都走越来越大 开启了中英贸易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经贸交流共谋新发展 签订了一个价值3000亿英镑的协议 获得更多的更有影响力的商业成果 在服务贸易当中有非常大的发展权力 论到贵州村朝相遇英朝 精彩仍将继续 7月6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中英贸易破兵之旅70周年活动致贺信 引发中英各界热烈反响 中国是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 2022年中英双边贸易额达1033亿美元 英国是服务贸易大国 服务贸易占英国对外出口的50%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兵国 英国组建了四年来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 共化合作新机遇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国台打造中国心灵酒冠名播出 让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话题 龙先生长期的从事外经贸的工作 那您对现在的这个中英的经贸网 还有什么样的评价 大家知道英国是和我们中国最早建交的西方法大国家 所以中国和英国的贸易关系也有非常长的历史 我们最近刚刚庆祝中英贸易70周年的活动 而且我们习近平主席签字发了火星 对那些当年的破冰的那一批优秀的英国企业家 表示了很高的敬意 赞扬他们击大的魄力和勇气 而突破了当年意识心态的障碍 开启了中英贸易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1953年那个时候就签了一个价值3000英镑的协议 这是很不简单的 后来中英贸易应该所发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现在中英贸易大概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 我特别要提出中英在服务贸易当中 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因为英国是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大国 比如说它老牌的金融保险 养老金 还有刚才我们讲的体育 教育 我们有多少学生在英国留学 包括我70年代 当时我们还没有留学生出去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批到国外勤留学的学生 72年 73年的时候 就把英国作为我们中国留学的首选 就说明我们对英国的教育是非常认可的 最近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英国外交大臣 在五年来以后第一次访问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访问 只要我们有求同诚意的智慧 我就觉得我们就可以开辟中英贸易关系的新的前景 因为中国和英国 我们两国的政府都是倡导自由贸易的 这个年我在中国加入世贸主义谈判的时候 得到了很多英国朋友的支持 而且我们两国的人民企业都非常的务实 再加上中国进一步地改善自己的营商环境 我想我们中英贸易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见到刘克先生 作为英国大使馆的贸易专员 来亲自参加我们贵州省的这样一场活动 谢谢 作为这一次福贸会的主兵国 所以我也想请问一下 杜涛先生 就是你们这一次带来了哪些领域的最新的产品和成果 第一 今天特别高兴有些机会听龙老师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我今年就参加福满会的时候 四年来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参加大规模的这些活动 所以第一次目标就是要重新开始 参加一些大规模的促进贸易和投资合作的一些活动 我们就这个星期的代表团就是说实话是比较大 就是我们的国大城 就是庞大的一些企业代表团有六十多个企业 一百多个人 从各个负贸易有关的一些行业 行业领域 这个也包括他们包括金融的一些行业 我们有保险 蓝牙金 银行 融货管理等等都有 我们有技术服务的一些企业 曾经是一些技术服务的一些中小企业 我们有电视电影音乐的那种 然后有TU建筑设计的东西都有 你说实话英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一些经济 都是比较大 所以当然我们的一些经济方面 投资和劳易的方面 我们的合作是比较宽也比较深 所以我们就非常高兴 能参加今年的扶购会 而且住民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政府应该就提供给我们企业一些平台 来到获得更多的更有影响力的商业成果 发挥优势 创造新奇迹 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开始 我觉得在服务领域有很多的获得机会 在未来还有更多的奇迹会发生 专业服务 助力高质量发展 我们在这方面比较低估这个专业服务 中国服务部创立20周年的纪念 贵州的经济 才有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论到贵州村朝相与英朝 精彩仍将继续 2023年服务会多彩之夜取得一系列成果 贵州省商务厅与英中商业中心中国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英国国际极限运动与贵州旅头集团公司签署 极限运动目的地合作备忘录 英朝代表于荣江县村朝管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致力于为两地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 贵州具有丰富的资源 将如何发挥优势 加强两地贸易投资项目合作 在您看来 贵州这么多优秀的产品产出 您觉得未来跟英国有什么样的合作空间呢 这个 我觉得 英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国家 而贵州呢 我们在中国还是相对欠发达的省 但是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讲了同样的语言 所以大家注意到我们这个题目啊 春操遇到英操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共同的语言 比如说 春操英操共同拥有的 体育精神背后的勇敢向上挑战 我们觉得这就是世界语言 所以 正是基于世界语言 我们在福贸会上主兵国和主兵省相遇了 我们觉得通过这个相遇 能够给两个地方的发展 尤其是经济发展 带来很多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契机 所以我觉得 我们如果能够更好的 把这样一些平台搭建起来 形成更好的机会 比如说大数据领域 贵州这些年来 我们发展了将近十年的大数据 我们的数字经济在很多方面 从存储到计算到应用到场景 很多方面走在全国 甚至有的在全世界都有比较好的 这样一些收效 第二个 我们的生态 带来的这样一个生态产品 在碳交易的时代 贵州对生态的保护成为我们的财富 那么生态受到的重视越来越高 还比如说 我们正在全力开发的一些 利用我们相对的这样一个资源优势 和我们要素成本相对较低 那么去争取在国内 国际更大市场的一些制造业的产业 其实这些都可以和 或者已经和包括英国在内的 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合作 所以我刚才说到了 我们巨大的差距 恰恰这中间蕴含着潜力和动能 也就是说贵州和英国 虽然相隔万里 但是我们因为有太多的共同的语言 所以能够太多的共同牵手合作 如同今天 谁都没有想到 村操能够和英操相碰 一个全球顶级的职业品牌 和最好跟的民间文化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在未来 还有更多的奇迹会发生 非常有启发 我也想问一下文用途先生 那您比较看好 双方在哪些领域展开合作呢 我觉得在服务领域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刚才我们在谈到足球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在体育这样一些服务领域里面 能够得到英国的合作 因为现在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产业之一 贵州是一个理由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 要大力发展理由 要有些新的思路 要大力发展休闲理由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从英国方面是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 另外的话贵州绿水青山 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老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我去了很多贵州地方 我都希望把这个养老产业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英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 也可以借鉴 另外的话 今天我看到德青的同事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对话 其实贵州很需要都很专业的服务 专业的服务对于贵州的整个企业的天生 对于品牌的培育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贵州的利益 好的 谢谢龙先生 很高兴今天在现场也看到了德勤 中国合伙人季方女士 您怎么看中英贸易的发展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其实德勤和英国还是有非常深厚的关联的 我们德勤的品牌就是在1845年创立于英国的 今年也是我们德勤中国的一个中国服务部创立20周年的纪念 英国本身它是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 本身它有非常长的贸易传统 其实对于我们德勤来说 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服务贸易的一个提供者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服务贸易领域 像龙部长提到的这个专业服务领域 我想英国就会和无论是贵州 还是我们这个全中国 其实都会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 然后刚刚呢其实我觉得各位也探讨到了 其实从这个贵州本身的资源来看 一个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旅资源 那么呢英国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呢英国在数字贸易领域 也是有非常强的这个发展的优势的 我想英国呢也可以在和贵州在 从文旅资源如何通过数字经济的方式 去做体现上有一些合作 其实我们也在积极的服务 咱们贵州省 我们也协助贵阳市准备了一个 就是准备过这个外商投资的这样一个指南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 我们的这样一个专业服务这个机构 嫁接起这个贵州和英国之间 和其他的这个外国投资者之间的 这种桥梁的和纽带的关系 促进双边之间 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 还是投资的这样的双边的更多的这种往来 我听了德勤这位女士的讲话 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我曾经担任八年的 包括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我们包括亚洲论坛在起步的时候 我觉得得到了德勤很多的支持 当时我们每年要设置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 和各个分论坛的议题 就是我们要了解全世界的企业家在关心什么问题 全世界的政府在关心什么样的问题 德勤在这方面的话 可以向我们提供非常多的专业的服务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会议都很有针对性 每一次大会的主题提出来以后 就得到全球各个企业的一些响应 所以像德勤这样的一些 有很多经验的这个专业服务公司的专业服务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要提高对服务贸易的这样一个重要性的认识 这样的话才使得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 能够上个新的台阶 那我们知道这个茶叶是贵州第一大出口的农产品 而利顿是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 所以从这个角度想请问一下马厅长 觉得贵州的茶产业在哪些方面应该向利顿来学习 以及未来合作 利顿在贵州设立了一家企业 詹姆斯分立 这个应该说 在贵州的外资企业里面 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家 因为在红仁地区 他三清水秀 云雾缭绕 他的茶叶的品质非常高 所以他能够做出全世界最干净的茶 最让人放心的茶 所以利顿 我觉得把它的标准放到了贵州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喝到高品质的茶 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特殊的商品 因为欧美市场的价格更高 我们才能够参与到更高价值的竞争 更多的按照这样的一些更高的标准和规则 去深耕我们的产业 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回报 那杜涛先生您觉得未来和英国这边 还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吗 可能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 那个过程的一个例子 开始就是茶叶 茶叶就是农业产品 但是最后刚才说的 李敦来其他的那些品牌 这个上面就是牌子 所以就可能这个过程都需要一些服务 比如那些广告 还是一些就是产权的保护的那些服务 法律的服务等等 这个就会就让那些牌子都发展 就是一个品牌 我们可以都通过一些 也服务卖也好 也国内的服务卖也好 就是让更多的那些农业产品的 知道的人都学习 怎么能就发达他们自己的那些品牌 要是加入市场就可以了 感恩人先创新成就梦想 开头的终于贸易的这样一个破冰之力 共同来寻找新的创新的发展的机会和积蓄 进一步开散我们的营商环境 开放发展 合作共赢未来 更加努力地促进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发展 论到贵州村朝相遇英朝 精彩仍将继续 从1997年到2020年 英中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12.2% 英国在金融专业服务 体育和创意服务 教育和科技等领域 具有领先的技术和丰富发展经验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英各界有始知识 如何传承富有远见 开放合作 敢为人先的破冰精神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今天非常高兴和英国的朋友 一起来找中英贸易的问题 交完意见 我记得我在当外经贸部副部长的时候 我曾经接待过48国集团的 一个投资考察团 我记得那时候我和Steven Perry 就是他的父亲开拓了 70年前开拓了 中英贸易的这样一个破冰之力 他跟我讲了一大段话 我觉得我一直技术 而且我在很多场合 和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 都讲了 他说我们英国的这些 这个投资者到中国来 政策优惠不优惠 对我们来讲没有关系 我们算账 如果英国的企业能够赚钱 我们照样投资 但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 你们今天打赢的条件 你第二年以后就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银商环境下 真正下功夫 把我们中国的整个银商环境 建设成一个透明的 稳定的 可预见性的这样一个银商环境 才可能赢得 包括英国之类的投资者也好 或者是商业界也好的信任 对此中还是很末观的 谢谢 我个人就觉得 中国的未来的五年十年 二十年的发展 肯定就会比以前的 都重视一些高质量的发展 那高质量的发展什么意思 就是好的设计 比较舒服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 然后保护一些环境等等 都是类似的那些东西 那这个当然会是和服务嘛 那些交流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那些 服务线和一些 合适的空间都越来越大 所以我有点期待 我们未来是 特别是服务嘛 我也是合作会 会变成一个特别 都会有影响力的一些 合作领域 那我想说的呢 就是开放 因为这个开放呢 无论是在咱们当时 WTO的签署 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开放 还是包括现在 我们这个服务会期间 不断强调在服务贸易领域 更大规模的这种开放 我相信呢 中国一直是坚持着用开放 促进这个高质量发展的 那无论是在这个 对外国的这个服务提供者 他的这个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 还是在我们职业资格的互认 教育领域的一些互认 他一定会促进更多的这个 境外的这个投资者 他的一个双边的这种经贸 和投资的往来的 那我们也希望呢 通过我们作为一个 专业服务的提供者 来更加努力的促进 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发展 谢谢 这个谢谢 今天我们谈了春超和英超 很巧合 这一次服务会 两个地 两个主兵 都用了桥这个主题 贵州是全世界 桥梁最多的省 全世界100个最高桥里面 有49个在贵州 全球第一高桥在贵州 而伦敦桥 它是一个永恒的典范 当伦敦桥遇到贵州桥 刚才我们设计到 大数据的大使馆也跟我们讲 希望和我们的汉凯斯 无人驾驶 资人驾驶 来进行交流我们这家企业 那有没有可能 汉凯斯遇到英国的 伦敦的巴士 未来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东西的交流 会随着我们更多的 互相的学习借鉴 会滋生出 繁衍出 创新出 更多的资源和财富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将会开启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论道 走进这个大门 共同来寻找新的 创新的发展的机会和机遇 今天我们的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这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